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今天晚上CBA附加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终于打完了 结果上海南篮是有惊无险的 在最后时刻108比104战胜了苏州肯定亚队 可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我想绝对是出乎大家预料的 原本的话大家觉得随着王哲林的付出 再加上吴冠西的缺阵 这场比赛本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苏州打的是非常的出色 甚至一度压着上海南篮 让上海队喘不过气来 不过这场比赛的表演成分 或者说是表演痕迹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在赛后也是被球迷们怒喷 上海南篮完全是跪着打进了季后赛八强 而苏州肯定亚队诡异的输球 更是让所有的江苏球迷感觉到耻辱 那么上一场比赛我们知道 上海南篮是没有让王哲林上场的 包括两个外援的上场时间也是非常短 摆明了就是要输球 如果说那场比赛还能给上海队找个原因 他们是希望多打一轮季后赛 然后让布莱德索能够去迅速的付出 因为布莱德索是竞赛四场的 如果第一轮只打两场就打完的话 等于跟深圳队的投两场比赛他都打不了 但如果第一轮比赛打三场就相当于打深圳队的第二场比赛 他就能复出 这的确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理由 也能够解释上海队为什么要故意输掉上一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苏州和上海的比赛 上海打的极烂的情况下 苏州压根他就不想赢 那么最离谱的操作其实还是出现在最后时刻 在苏州赏上阵容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李南竟然是将布莱克尼重新换上场 我们知道本场比赛布莱克尼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在球队领先压制住了对手 而且马上就要获得比赛胜利的情况下 却换上一个状态全无的外援 这番操作你别说是球迷看懵了 连布莱克尼自己都看懵了 果不其然李南他的这个举动终于是收到了成效 只不过这个成效是保送上海队进入到了季后赛的前八 布莱克尼上场之后 频繁失误连续带领全队出现了四次关键性的失误 最终让上海队把这个比分给反超了过来 最终也如愿以偿的让苏州队输了球 更为可怕的是什么 那么在苏州连续的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李南竟然在场下没有叫任何一个暂停 其实我们知道正常的篮球比赛 你连续的出现两到三个失误 这个时候一定要叫暂停重新布置一下 或者说是换人 或者说是让球员的情绪平复一下 不能再失误了 但是李南就在场下静静的看着球队表演 而我们通过一些非官方视频和球迷拍的视角上来看 苏州队的总经理竟然在场下捂着嘴偷笑 尤其是当上海队将比分反超的时候 李南在场上也是显得漫无表情 也是出现了微微嘴角上扬的画面 这样的一个画面配合着本场比赛离奇的操作 那我觉得真的是让人享入非非 那这场球如果说再不能把它判定成假球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天理了 这简直就是CBA篮球史上非常耻辱性的一幕 那么上海队的这个禁忌完全配不上他的身份 你竟然用这样一种方式打进前四 简直就是在侮辱CBA 侮辱中国篮球 侮辱所有的球迷 而配合他演戏的苏州肯迪亚队则是更加的可耻 双方背后有没有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现而易见的 我还是一直得接着 这种移民戏都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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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